今天会教大家做银银铛的时间 今天会教大家做一个猫头鹰吊嘴 我们的材料和工具都很简单 只有一块5g银银银铛 两个可高温烧的石 或者我们叫高石 另外就是一枝饮管 和一个钳银 开始的时候 我会将银银银银铛 轻轻拆 一点圆形 不用转圆 只要把里面的空气押回出来 然后拿了两张准备好的牛油纸 夹着银链图 再把它扁 轻打一圈 它就会更圆和平均 之后我会在后面 夹印 告诉大家它是纯印 夹完之后把它反转 然后将其中一边 图过来 图了之后 我们就会在这里 弄一个小小小 弄完小小小 这个就是嘴巴 再之后 就会做两只耳朵 如果银银够濕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们粘在一起 拿在手上弄也可以 把它轻轻手推在一起 不需要加水粘在一起 这样猫头鹰的外形 就已经可以了 下一步 我们要做的就是夹银 夹银前 我会先拿一个饮管 在这里 吸一对大眼睛给它 在这里 记住不要像我这样大小的画 做完之后 我们就把一粒石 放在这个位置 很多个碗 就安做银的尖尖 插入稍是这样搞的 当你双石的时候要怎样按 就是把它按进泥里面 你会看到 它旁边 会有一个框 不要太大力,不然就像我刚才那样 整化了 基本完成,修正的工作等我们干了之后再做 下一部分就告诉你,干了之后 我们会怎样把它加构 再见,拜拜 很快 我们的猫头已经干了 大家看看它是不是很可爱 现在就是加构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准备少许份量的银链铛 不需要太多,大概半g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就会把它少许叉长 你看到一边是尖一点,一边是粗一点 然后拿我们准备的牛油纸 把它按扁 再拿回我们的猫头银出来 在要加构的位置先点一点水 然后把粗那边放上去点水的位置 让它们可以固定 然后把粗那边固定 然后把它翻回 在这里定一定的位置 我们的扣就完成了 最后定了位置 然后把它拿到水 把它粘在一起 记住水不要太多 粘在它之后 要加少许压力 它才会黏住 之后我们就会完成这个扣 看看前面就是我们的猫头银 如果你发现有修正的地方 都在做完扣之后 才慢慢修正 这样就会方便一点 不需要待会干完之后 又要回到头 再做同样的动作 好 让我教大家入爐的步骤 猫头银已经干了 在入爐之前 你最好查一查 是不是真的干透 在我们干完之后 趁它热的时候 把它放在镜上 看看会不会有下气 如果它已经没有下气 即是它已经徹底干透了 因为我们的猫头银 不是平面 它也不是戒指 不需要用戒指心 但是它会有凹凸不平的地方 所以我们烧的时候 不要直接放进去 否则上面这个位置 会太重压下去 下面的扣就会坏了 所以我们会准备一个高温面 它不是纯粹的棉花 它是能够抵受高温 而且里面有些玻璃粉 令到猫头银 会有承托力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烤 烤完之后 你会发觉 猫头银 依然是躺在棉上 因为棉是不会烧走的 今天说到这里 待会把制成品 再告诉你们 是怎样的 拜拜 拜拜 好 还会把握 在这里 你会看到 那么多 你还能够做 那么多 我可以不过 你不过